我個人對這堂課程的內容 我基本上有三點 非常喜歡 非常非常喜歡 第一點是什麼 這個也是我之前物略的 然後呢 或者是我沒有的 當然我也幫公司寫了一段日子的文案 然後呢 基本上 第一點就是 我們完全沒有針對 我們想要的Duck Girl 就是我們所謂的對象 我們的潛在客戶 為他出鑽血 反而是我們站在我們內行的人 或者是我們這個領域的人 覺得 你會看我 而且 其實這個是我學長的 而我今天 我這兩天上了 我覺得說 我應該把這十位品調回來 所以就是第一點 我這樣子拿來 而第二點呢 基本上是 我大概可能一看到 到我剛才的文案 我的架構 是雜萬古葬的 基本上我也採討了很多別人的 網告 然後呢 採討也浮現在這個版本 當然我都是超來 超期就為了超越 所以 就是照超的嘛 可是我發現 誒 來的時候上課 原來它其實是有這樣的 tructure 就是結構 對這個結構才能夠 它是配合人性的 所以我覺得 所以基本上也是 完整的結構 不是隨便便說 等於我的影片要放上面 然後 等於說 為什麼我管理一定要放在這裡 但是 就是為什麼這個地方 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 第三點呢 我最印象深刻的其實就是 呃 它 那我台灣 原本就是 呃 文旦克嘛 原本來是新奇嘛 rewriting bar 其實 沒有想到 我竟然會選到 Forge法則 這些事情 對 Forge法則是我們的名叫法則 對 所以 其實QC不止 當然 教我們 文旦 也教我們 我們總聚的教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總結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 非常有誠意對決 好不好 好 謝謝QC的交道 那麼一直非常容易 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取消 Thank you